南韓總統朴槿惠星期二在記者會上發表聲明 說願意將他的政治未來交給國會決定 朴槿惠在記者會上說他會將一切交給國會決定 包括是否縮短他的總統任期 朴槿惠說一旦南韓國會找多個可以平穩交接權力 減少混亂和權力真空的方式 他願意依據法律放棄總統職位 不過反對黨批評他這樣做只不過在逃避被閒合的命運 反對黨正在推動彈劾朴槿惠的動議 朴槿惠的黨內支持者支持他的聲明 並呼籲反對黨推遲彈劾行動 現年64歲的朴槿惠由於他的親密朋友崔順實干預國家事務 而引發要求他下台的抗議聲浪 朴槿惠亦被檢察機關裁定是吹順實的共謀 如果朴槿惠被彈劾或辭職 南韓要在60日內舉行新總統選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